會有那個我們的資料 那志強好像進度快很多 我們這課已經剩一次就結束了 那所以有興趣的話 也自己到Youtube上面 也有一些放一些志強的那個上課 那那邊已經快要講完了 已經講到網路抓資料跟Excel連結 Python跟Excel直接怎麼連結的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課還在比較前面 不過沒有關係啊 反正是穩扎穩打 因為你會發現後面的東西呢 應用都是從前面所衍生出來的 尤其是回圈 很多同學如果你對回圈對邏輯不清楚 程式寫錯誤的話 你後面更是錯誤擺出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語法要熟練 比如說呢我們上個禮拜講到什麼 Fore回圈加總 1加到99 你在腦袋裡面馬上就要把程式想出來了 還記得嗎 可以 所以最好回去喔 可以坐下來 然後有點像考自己一下 先不要看答案 有沒有辦法寫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那恭喜你應該沒問題 那這個寫法的話 不過就是這樣啦 反正你就 建立一個變數吧 SUM SUM 數字畫等於0 4 I IN 刮虎 Range 1 到99 就打100 因為100的前面一個數字 它結束值 刮虎冒號之後的話 那你再把SUM 加等於 或SUM 加什麼呢 SUM 等於SUM 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I 它就會不斷累積 最後你把它print出來 就會是 加總結果 應該知道上個禮拜講的啦 只是說你 有沒有辦法馬上把它打出來 那如果有 要恭喜你 你應該是有進入狀況 如果沒有的話 請記得 回去請你一定要花時間 因為未來這個for回圈 非常的重要 隨時都會需要 只要重複 只要你想到重複做哪一個 初始值到哪一個結束值 都會用到for回圈 那另外的話呢 for回圈的變化題啦 後面好像有一些其他變化題 還有一些格式化的方法 格式化 比如說格式化小數點的第二位 我至少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用什麼 用那個per 用那個百分比在中間 那前面是格式 後面是輸出嘛 如果百分比f 點2f就是到第二位啦 這個我想 如果你忘記的話 雲端上都有 另外的話呢 加總激素 這個重點就是說呢 在range後面有個step step是 就是他 預設是1啦 你可以豆點2 就激素 那或者是其他 或者是 還有像break啦 還有像那個 99乘法表等等的 那當然相關的東西 在雲端上都有 所以你可以 雲端白板裡面 我們上個禮拜的是回圈結構 你可以把回圈結構 打開來 那上個禮拜的東西都在這裡 剛剛講的那個 答案有沒有 其實就在這裡啦 1到100 就這一個 但這個不是標準答案 這是參考答案 如果你還有別的寫法 你也可以試試看 OK 然後其他的話 有個變化題 再來的話 就是激素加總 這邊都有 然後還有step的設定 豆點加一個2 這個都有 99乘法表 先做縱向的 再做橫向的 最後呢 輸出一個90乘法表 我這邊是一個參考答案 不過好像上禮拜 我發現有同學 非常不錯 可以改的 改出自己的方法 可不可以 好像 我記得好像在這邊吧 他少了一行 那當然OK啦 沒有問題 反正我講過 我的寫法是參考答案 因為我自己習慣的寫法 我會用自己習慣的寫法寫 當然如果你有不同的思考 因為每個人大腦結構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別的寫法 你比較習慣的話 那也OK 那這邊的話 輸出那個90乘法表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後面還有 輸出什麼呢 輸出這個信號 假設我今天希望輸出一個信號 那這個信號的話呢 你會發現什麼結構 假設 如果這樣 所以有時候 程式要寫好 真的 不是用聽的 也不是用看的 一定要開始想 所以很多時候 寫程式要寫 一定要花時間去想 也許你 不用急著看答案 因為有時候 你如果急著看答案 你會被那個答案給限制住 以後你就會 一直想要看答案 以後 你真的在工作裡面 或者在生活裡面應用 好了 那個都沒有答案的啊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用工作難道都一樣 一樣的話就不會請你 老闆就請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啦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 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挑戰 那如果說你每個問題都可以很快把它解決出來的話 那以後都會 寫程式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了 這也是我以前學習的方式之一啦 因為我會不斷不斷 只要做下來 我就開始想 如果哪個東西要怎麼做的話 有沒有辦法寫想出來 如果想不出來沒關係 就繼續想 想到有一天呢 你想通了上機 真的就做出來 你那會感覺非常的棒 會感覺好像 哇整個心情非常的愉快 就像說好像 這感覺比重樂 有點像重那個什麼呢 統一發票 還差不多那種感覺 好像最近我寫那個什麼 樂透彩官網 我們書裡面我介紹那本參考書裡面也有去抓樂透彩網站的資料 那前幾天呢就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那一本書賣太好了 所以樂透彩官網知道 有人會抓他們官網的資料 所以他們主管就可能 我不知道啦 可能就下令說 你這樣不行啊 一直有人抓我們官網的資料 那我們應該把它做一些 防止抓的什麼東西 就是改版的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看那本書裡面的畫面 再連到官網 完全面目全非 不一樣了 所以呢我也run了這個書的程式 一run 很抱歉抓不到 他怎麼樣 他就把你改掉了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不讓你抓的意思啦 還有很多啦 像之前也有遇過像台銀的 本來是這樣子 他也是因為有書裡面 教人家去抓台銀匯率 然後台銀匯率也是把它改掉了 那一改之後怎麼辦 完蛋了 那如果我以前是照書 來講的話 那我怎麼辦 這個範例就沒辦法交了 所以怎麼辦呢 只好就要自己動手 修改程式 不過還好啦 改一改兩三下還是改出來了 OK 那改出來之後 感覺就還蠻好的 所以很多問題喔 如果你 遇到了嘛 誰會解 對不對 如果你不解的話 難道你們會解給我嗎 不可能嗎 那還有誰會解給我 Google一下嗎 你Google 那個官網才剛改而已嘛 對不對 會有人分享嗎 應該是沒有啦 所以前面是沒有人的 所以很多東西是沒有人 那怎麼辦 自己想辦法吧 所以像我放在雲端上的程式 幾乎都是我自己的 程式也是自己寫的 那好處的話 那每一個都是原生的 原創性還蠻高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也就是說 你們以後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想想 這個邏輯是第一次輸出一個 最後一次輸出13個 OK 那也就是說你會跑 你可能會需要跑兩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是什麼呢 回圈是I 第二回圈是J 那I跟J的關係是怎麼樣呢 你可以想想 不過這個沒有 不一定是標準答案喔 你可以自己想想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如果有的話 你會甚至跑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它跑出來的話 那更厲害 那我想到是兩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是決定什麼 決定第幾列 第二個追的話是 就是決定輸出幾個信號 那I跟J的關係是什麼呢 第一個輸出一個 所以它I跟J的關係 你可以想想看 比如說這個J的話呢 它其實 其實就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I或者是說呢 用13來減也可以啊 當然你有多有少 那這關係的話 大概邏輯是這樣 那怎麼利用4回圈 I跟J 可以幫我們輸出 這個信號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 第一個也許先 開啟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把上禮拜 這個這個恢復一下記憶 然後另外想一下 如何做一個這個正向的信號 那做完之後後面還有一個變化題 什麼呢 請你倒過來 上面是一個到13個 底下的話呢 剛好顛倒 13個到一個 要怎麼做 然後底下的話還有 其他的寫法顛倒 然後再來就是用壞耳回圈了 一樣的方法 你會發現壞耳回圈都可以辦到 所以之前講過的那個 加總啦 1到99 然後基礎啦 這些都 Juzen發表 壞耳也可以跑出來 好 那其他還有相關的練習題 待會我們再看 那請各位呢 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環境先打開 然後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先 稍微了解 那想一想呢 如果今天呢 要輸出那個信號的話 那我這邊的話 是建了一個Macho 名稱叫4 底線 START 那可以幫我跑出 我要的那個信號結果 1 7 9